- 現在就可以直接拍我的影片 - 那我先... 爽嗎? 爽嗎? - 哇...好想你一定看到三葉是不是? - 對,我以為我們今天會玩男人愛玩的東西 - 結果變成像女人會做的事情 - 誒,沒有,不是這樣 - 因為這些東西就是男生也可以體驗的東西 - 我真的一輩子都沒有wax過 - 你沒有啊? - 完全沒有 - 那你怎麼處理你下面的帽? - 我是剃蝦刀 - 刮蝦刀 - 刮蝦刀,好用是沒有錯 - 但是拖完之後,可能六個禮拜都不用裝 - 有沒有很爽? - 好 - 好,我們趕快進去啊 - 我們一起看一看 - 我來介紹一下我的朋友Vinderman - 嗨,你好 - 因為他可能比較緊張一點 - 因為他從來沒有出過毛 - OK - 所以你要不要稍微介紹一下 - 你這邊Karis一些父母還有... - 好啊,可以啊 - 那朋友的話是第一次做嘛 - 那其實現在男生在台灣已經越來越多人做了 - 那主要就是讓你的毛可以長得比較慢,長得比較少 - 因為有些人覺得說他的毛可能太多了 - 想要讓他沒有毛 - 感覺摸起來會比較舒服 - 然後看起來也會比較好看一點 - 台灣男生越來越多的在做這個東西是不是? - 非常多 - 非常多 - 可能你們來之前 - 你可能會覺得說 - 欸,男生為什麼要除毛 - 但是其實很多 - 包括情侶好了 - 比如說女朋友啊 - 或者是老婆 - 他們會把自己的男朋友或老公送去除毛 - 其實我有一次以前 - 刮過屁股的毛 - 長出來的時候超級癢 - 很癢很刺 - 很癢很刺 - 然後我覺得我做的時候一直很不舒服 - 是嗎? - 那wax不會有問題 - 不會,你今天做完你回去長出來 - 你就會發現有不一樣的感覺 - 它長出來不會刺 - 對,而且你做完了之後 - 你就是可能要六個禮拜之後 - 才要去wax一次 - 那wax 又舒服 - 又可能再留個禮拜 - 所以你不會覺得 - 我每個禮拜都要去做這件事情很麻煩 - 我的優勢是什麼 - 優先選擇拳 - 贏家可以選擇自己想做除毛的部位 - 然後你可以指定輸家除毛的部位 - 你剛剛說 - 把那個 - 把小馬很痛對不對 - 很痛 - 然後我們就 - 放一個小馬 - 你怎麼會這樣 - 你怎麼會這樣 - 我已經說很痛 - 不然頭髮也沒辦法啊 - 你的手臂也還好啊 - 好像小馬特別多 - 而且我覺得奶頭那邊都特別敏感了 - 我想看你的奶頭變得紅紅 - 奶頭變紅很難 - 很難 - 很難 - 其實我坐這裡比較痛 - 但是你說腳中間還有屁股那些 - 對我來說比較不痛 - 不要讓我有一天在網路上 - 看Google自己的名字說 - 我看到少俠在那邊啊 - 怎麼樣啊怎麼樣啊 - 我覺得那是你喔 - 不會吧 - 肯定不會 - 因為我自己有來過 - 也沒有錄過這部的照片啊 - 是 - 而且誰要看 - 這是重點 - 我知道 - 你要看是不是 - 我不想看 - 好沒關係 - 那我們要就準備囉 - 對 - 那我們現在做的是 - 頭皮18的課程 - 那基本上 - 客人來我們這邊做 - 私密處療程的時候 - 我們都會有一個 - 所以你現在上的是一種油 - 對 就是這一個 - 現在上油 - 對 - 然後等一下洗澡會洗掉 - 對 會洗掉 - 然後也會給你Rica的洗髮型 - 會幫你調適合你的進去洗這樣子 - 因為你的頭髮髮絲是屬於比較偏乾的 - 當然我們就在洗髮型系列裡面 - 幫你選一盤保濕的系列 - 讓你繼續盥洗的時候 - 你可以洗頭髮 - 那洗身體的 - 在裡面已經有些人準備了 - 對 - 那我現在帶你到醫師 - 謝謝 - 好不會 - 那左邊這一關的話 - 它是讓你洗身體的 - 對 - 那右邊這一關是活三次去腳之所 - 那等一下的話就洗腳的時候 - 順便一起把它重倒就可以了 - 謝謝 - 不會 - 這個的話就是定型液髮雕跟髮蠟的部分 - 就是像我們客人如果說 - 結束完之後頭髮有點亂 - 這邊的話都可以幫你RM - 可以自己來浴室這邊 - 幫你抓頭髮做個造型這樣子 - 你是要出屁股的毛嗎? - 對 - 那你怎麼出毛啊? - 像說前面把腳抬起來 - 蛤? - 對 把腳抬起來 - 然後你要抱住自己的腳 - 這個很像生小孩的那種字 - 就是像... - 什麼? - 為什麼我不能爬過去就好了 - 像前面這邊 - 你前面示秘書的毛會連接到後面 - 那那邊的話你用櫃子的 - 這樣怎麼根本都整個包出來欸 - 對 - 什麼? - 什麼? - No! - Seriously? - Seriously? - 我以為就是... - No! - Oh my God! - 等一下也有可能 - 頭外丟 - 對 等一下如果你的毛長得太後面的話 - 我們還是會請你規模 - 然後再舉起來 - 對 - 這樣子? - 然後你的小腿可以放鬆 - 對... - 對... - What the... - 然後你... - 我覺得女生看醫生檢查那邊... - 好偉大喔 - 我覺得好尷尬 - 而且尤其是男生看我 - 男生沒有看過我這個姿勢欸 - What the hell... - 那我先幫你清潔 - What... - 那清潔的話... - 我剛剛已經清潔過了 - 這會比較冰一點 - 然後再給你清潔 - 是... - 我沒有被一個男生這樣摸過 - 我以為出屁股的毛是... - 是屁股上面的 - 而不是直接去港門那邊欸 - 欸 我屁股那邊也有毛欸 - 我會想說... - 等一下喔 - 噢... - 哇... -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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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以為你會跟我講欸 - 噢... - 噢... - 不會很痛嗎 - 有一點欸 - 但沒有... - 但沒有... - 噢... - 那我們現在換另外一點 - 噢... - 那因為你的毛長得比較後面一點 - 那因為你的毛長得比較後面一點 - 會請你... - 轉過來... - 跪著的... - 有點翹屁股 - 現在要大體Style - 是不是... - 狗式的那種... -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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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但是這樣子... - 我的那個... - 前面都會掉下來啊 - 對... - 但是我們不會看到 - 我們不會看到 - 所以... - 鏡頭會看到 - 鏡頭會看到... - 那可能... - 沒關係... - 你把那個馬賽克就好了 - 需要打馬賽克 - 那...等我一下喔 - 等一下我會把毛巾拿起來 - 我會幫你遮住 - 我會看到你 - 好... - 對... - 那... - OK好... -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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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它裡面有一個叫木瓜酵素 - 所以它會抑制我們... - 因為像我們的毛髮指甲都是蛋白質 - 噢... - 那它擦完之後裡面的木瓜酵素 - 它會去分解我們毛髒裡面的蛋白質 - 所以你的毛呢... - 它自然而然就會長得比較慢 - 然後也會長得比較少一點點 - 噢... - 對... - OK嗎?肝效能還好嗎? - 噢... - 可以啊... - 其實大概10到15分鐘就可以結束了 - OK... - 只是第一、二下會比較痛一點點 - 嗯... - 但是你回去... - 譬如說你自己在大號上玩 - 你在擦清潔的時候 - 你會很有感覺 - 你會覺得可能擦一兩次就乾淨了 - 我知道喔... - 對... - 我回家要仔細看一下它到底處到哪一個地方 - 好... - 那我就先出去 - 然後你就可以在裡面... - 然後... - 現在就可以... - 直接... - 拍我的皮... - 那我先... - 爽嗎? - 爽嗎? - 我的感想就是... - 我的皮膚太白了 - 我很想塞... - 都塞太陽 - 可是哪裡可以... - 塞皮膚呢? - 台灣應該不行吧? - 可以... - 屋頂上... - 可以... - 一個方這個屋頂上 - 可以... - 欸我皮膚就太白了 - 之前胸跟腹都沒有出過 - 都沒有 - 很可怕 - 因為我一直覺得這裡會... - 比其他的地方太痛耶 - 會比較痛一點喔 - 幹... - 會期待... - 都是你... - 會痛... - 欸我剛剛... - 肛門很痛耶 - 欸那是你自己選的啊 - 你自己說你要做肛門啊 - 不是我跟你說... - 要做那個部位 - 難得難... - 會自己選啊 - 沒關係 - 會痛的地方開始喔 - 因為我... - 剛好這邊... - 是我開始的地方 - 而且那個面積很大啊 - 你要弄比較久一點 - 對 - 會比較... - 稍微比較久一點點 -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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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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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孩今天就是一個整個生產的過程 這個地方就沒有 忍不住了你先煮上面的鬼套 沒有Fuck that 你先把這裡弄好 你先把這裡弄好 我已經完成了 你快點快點快點 我已經完成了 我沒辦法做這個 那就是旁邊的還好 你還說還好 但我這次都很難 你專業一點 你要專業一點 你要敬業一點 對啊觀眾都一直很期待 我現在感覺多了 你看看看看看超好 這邊這一塊然後就沒了 屁啦 這裡一塊 以為我不知道 中間已經快過了 謝謝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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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Benjamin 不會不會 我一定會再來找你 我一定會再來找你 現在可以去下一個點 下一個點嗎 下一個點是 我不要高興 不會那麼可靠吧 不會不會 這個是一個輕鬆開心的 OK 好 謝謝Benjamin 不會不會 謝謝 不會不會 Jesus 好我們到了最後一個點 男人最愛做的事情 都是喝啤酒 這裡就是一個啤酒牆 然後他們這邊的啤酒 都是他們自己做的 而且世界上好像有好多不一樣的國也有 日本也有 或者就是有很多地方 然後我聽說這邊吃的也很好吃 OK 對對對 終於我今天都還沒吃飯 對都沒有吃飯 所以我們先進去 就再聽一下男生恢復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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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這個虛味真的好重喔! 其實我覺得每一杯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而且最主要就是除了這四個之外,它們還有二十幾種 那期待我們等一下吃點好吃的,好不好? 好,那乾杯! 今天一切辛苦的行程都是值得 連我出帽真的很值得 我今天就是為了要等到這一餐 就是為了你 感謝! 好開心! 能餵父的那一種生活 很開心今天跟你一起去 有沒有? 每一次大家參加那個都督一日體驗都會很開心 他們一開始覺得好辛苦,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最後他們一定開心 好,那我們就先來吃齁 好 看你要先吃什麼 好,吃蕉! 因為現在我還有一個東西要跟你玩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都看上節目啊 會覺得喔,莎莎很嚴格 或是太了解你齁 想要給大家一個不一樣的合照相 好啊,好啊 對,就是準備一個拍文快答的一個遊戲 OK,我喜歡這種 成功有八天齁 但是只有兩次 你可以就說,這個我要解釋 嗯,好 其他人就是要講答案 好,很好,很棒 我喜歡,我喜歡 好,第一題 你在台灣,曾經有幾個女朋友 曾經喔? 這是快文快答,先生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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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女朋友 好,那你去過那麼多國家 你最喜歡去哪一個國家玩 喔,白文快答 白文快答 美國 美國,美國 好,你在台灣最喜歡吃什麼小吃 喔,對不起 我沒辦法快答 早說,後面有剪輯完成快問快答 車輪餅 講三個你最討厭的台灣食物 鋼魚、小丸子、臭豆腐、內臟 如果台灣有三個 你會想要改變的一些地方 建築 建築可以改好一點 工作環境比較尊重員工一點 好 希望進口的東西水不會這麼重 好,第六題齁 最喜歡你身體的那個部位 你的胸、你的背 你的腿還是你的小雞 啊啊啊啊啊啊啊 腹部吧 六塊肌 你的六塊肌 接下來 這兩題就是要選一個 第一個是 你想要的是 錢 或是愛 喔,這個我要解釋 這個問題很好 你要錢還是愛 對,如果你十年前問我 我百分之百會說愛 嗯 你現在問我 我會選擇錢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 我愛過幾次 嗯 但是也失敗過幾次 就是每一次愛 因為我目前是單身嘛 目前沒有女朋友吧 那我發現其實 愛是很棒的 可是愛可能會不見 然後我可能要重新找個愛 那錢會不見嗎 如果我很有錢的話 我會確保錢不會流失 因為我可以控制 但是愛很難把握 不會消失 所以 如果很有錢的話 我說不定也比較容易找得到愛 不是因為 愛我的女生是愛我的錢 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如果我不用單身工作啊 不要煩惱什麼的 我可以每天完全充實自己的生活 也可以認識很多人啊 不用怕 不能帶他去玩 吃餐廳什麼的 我目前覺得 對我來說錢比較重要 什麼要說 而且我剛認識你的時候 那時候你一定會說 錢沒有那麼重要啊 我現在覺得錢很重要 開心就好啊 但是那個是留七年之前的事情 所以你現在真的有改變了 有有有有 我改變很多 但是如果只能選一個 我覺得錢比較重要 但是 還有一個單手 我不會為了錢而結婚 如果為了錢而結婚 我覺得這個是錯誤的選擇 我覺得如果結婚的話 還是需要愛 好 那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真的選一個 你要選的是 胸部還是屁股 兩個都選可以嗎 應該是胸部 為什麼呢 屁股可以練 如果你一個女生很認真練屁股的話 有辦法把屁股練得好看 胸部是沒辦法練得好看 也是天生的 那我不想要整形的 我們今天就是讓你體驗就是那個 可以說男人恢復嗎 還是男人的樂會 我覺得如果是你的另一半 被你這樣子帶出來 樂會是蠻幸福的 但是你不覺得就是跟一個男生的朋友出來 這樣會更了解他 我覺得一般男生不會有這些行程 所以我覺得這些行程 也很適合男生玩 所以我很感謝你今天帶我去體驗這些 因為我其實本來對棒球沒有什麼興趣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打棒球是蠻好玩的 嗯 然後那些腳啊 然後waxing什麼的 我也沒有想過我要做這些事情 可是我覺得其實整個過程真的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而且看你那麼一直 啊啊啊啊啊啊 你很好玩 真的很痛 真的很痛 來到那個台湖啤酒這邊 對 啤酒廠啊 很棒很棒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店 也有吃過很多東西 我跟你說 他們這邊的漢堡飯是那個 我在台灣吃到前幾年 有有有有有有 真的 你真的吃得出來每一個原料 那個不是什麼場面畫 真的很好吃 那我要再一次謝謝你和少小來參加 謝謝你 度數一日體驗 謝謝你 我這個衣服 好啊謝謝大家 要記得收看我度力度力的YouTube頻道 然後記得按讚按小叮噹 還有什麼分享啊留言啊什麼的 你還有沒有聽到一件事情 我也有YouTube頻道喔 你也有喔 蛤 你不知道 有人在看嗎 我的訂閱者比你多耶 是應該有吧 我剛開始經驗了不要這樣 我也我最近才開始比較認真 所以我將來也會分享一些東西 如果沒有訂閱看我的 也拜託多支持一下 而且我們一定會在下面 把他的YouTube的名字 那些名字都能填下來 謝謝 大家要記得按讚訂閱 還有開啟 小叮噹